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一长谈深入时事话题 今天我请到一位很特别的嘉宾 来跟我一起谈一下目前的时事 为什么我说特别呢 因为我跟他很熟 大家对他都很熟 不过当时我们很熟的环境里 你说他是我的对手 我们是同事也是对手 就是我们同时在市议会服务的市议员 Vishon Vancouver的市议员周炳华先生 George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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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拜佳 我们都是以前在市议会服务过 今天能够有机会再跟你在这个场合见面 大家都很欢喜 而且我很开心的原因就是 现在跟你谈论讨论问题 不用拼命去找一些跟你意见不同的方式 才可以造成一个 你是反对党 我是执政党 那个时候 我今天想跟你谈的一个时事话题 第一个就是最新鲜的问题 就是自由党执政了之后 他们有很多新的国会议员 包括今次他们的新的内阁 也有新人辈出 但是以59%的新国会议员 例如我们大家都做过新儿子 都试过那种 不说恐慌 但是紧张又不是不知所从 我今天跟你谈谈一下 就是你有没有三样东西 最主要的你认为你需要 你觉得你可以建议 现在的新科国会议员 需要做的功课和需要注意的事 你说说起我们以前第一次入市议会的时候 真的是很彷徨 都不知道我们究竟 应该怎样去表现自己 或者怎样去做事 那方面 你记得我们最初的时候 连按那个米克风的按针 都要别人教我们 因为你不是很熟 所以我想国会里面 一样有这些课程 是给那些新科议员 就是说你进入国会 在哪里进入 各方面 洗手间在哪里 这是最重要的 但如果实际上有问题 我觉得最主要 需要学的就是 如何面对传媒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你是 现在你是执政党的议员 传媒有很多时候 都很想叫你 执你的痛脚 所以你说话的时候 又不可以说得太长 长的时候太闷 要短 短之中 你要将自己的 中心思想 去说出来 尤其是 有时候它拨你的时候 只是拨一段 所以说话的时候 就很重要 7秒 其实通常的原则是7秒 很重要 很重要 如果现在说到阿多华 我想现在阿多华很冷 最主要是如何安置自己 你在阿多华的时候 要有一个家 那里有一个注意 第二 第三 就是如何认识官僚系统 其实这个很重要 因为到时候 不是每个议员都是部长 就算是部长 也会有很多市民 选民 期望 要你去帮助 其实这些帮助 有很多时候 你基本上是要在 官僚系统那里 那些人去帮助你 不论是 三级政府市 也好 省也好 联邦 这个也是要认识的 再多从那里 第四也好 就是如何去跟自己的同僚打交道 因为你在一个核心招组里面的时候 你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 如果你想推行某一样东西的时候 就算不是一个很大的疫情 是在大家在公众讨论 但是有些事情 你都需要它去推行 其实跟我们去做工 职业那里差不多 除了传媒那里 GBC 前一段时间 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节目 他找了一批 保守党的老国会议员 然后去跟新的自由党 刚刚选上的新科议员 Rockies 去跟他们对话 一问一答 一问一答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有些什么建议 他们归纳起来 我听完之后 归纳起来 他们基本上有三个大的建议 我听到你觉得 你要怎样讲评一下 第一个他们就说 你一定要努力去代表你的选区 因为你听党的话 孤然投票 你没有办法不举手 但是你如果跟你的选区服务不好的话 你怎么都会下来 相反的 有很多的议员 尤其是国会议员 跟党领是完全不适合的 但他好像 Mike Jones 他跟党领完全不适合的 但因为他服务得好 所以他永远是最高票当选 他说这是第一个 所以跟党的关系 跟选区的关系 你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那这个就是必然的 但是有很多议题上 党你都要跟党走的 虽然你这个选区里面那些选民 是大部分都是反对 譬如好像说回以前 有很多这些有争议的问题 譬如同性恋 大麻合法化 因为很多时候 现在的政党已经是 叫你的议员 直接要在那个政綱上面签名 就是说你同意这样做 所以对某一个程度 我想看看是什么议程 最主要你说得对的 就是我们最主要 都是服务你那个选区的选民 如果你选得出来的时候 我想你也会经过 选区的考验就是说 这些议程应该已经凸显了出来 你应该自己也有准备的了 那如果必要时呢 你认为真正 不要以你自己的政治田图 为主要目标 是以选民和国家方面来做目标 那你可以就跟党 抹面 就是说 这个就是 看这个议程是否值得 我刚才说到 我们对他们的一些建议 一些期待 但是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需要谈一下 就是 尤其是华裔社区 对于新科的议员 甚至对一般议员来说 他们的期待 怎样才可以落实 而不是反而增加了一些 无谓的误会 或者是无谓的争拗呢 我想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华裔社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 在市议会各方面 有些事情 华裔就很期望 我们自己华裔的市议员 就能够跟他做得到 但是 另一方面 当你叫他做支持的时候 譬如好像 我们以前的市议会 工庭会 有很多是比较 是有争议性的问题 我们说回我们这些民生的问题 譬如暂住 我们要立例 各方面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看的时候 就希望我们华裔社区 多些出来表达意见 或者支持也好 反对也好 就是多些表达他的意见 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 不是就是 我现在选了你出来 你去办事了 就是这样 其实这个很容易看得出 譬如我们华裔社区 那个参政的踊跃性 又不是那么高 当然 有时候参政就不是 正指说是出去做候选人 希望选出 而是在某些政党 所有政党 都是你能够在里面参与 即是发声 其实这样才是正式的参与 还有你也都直接给到 你族裔的议员一种支持 这样才可以令到他的党领认为 我一定需要提笔 例如某一个族裔的议员 因为他们有这个声音 需要传播出来 但还有一个就是 我看你自己切身的经验 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我和你当初在市议会的时候 我们除了开会之后 但是我们两个最熟 因为我们晚上一个星期 大概要一起吃很多餐饭 虽然你坐这位台 我坐那位台 但是我们见面的机会 所以这个食饭和展彩 和这些社区活动 似乎华裔是特别强的 我最近知道 有一位印度裔的 刚刚选出来的议员 他都未就任 就已经 那些 哪个同乡会 哪个好像你所说 华社的那些请劫已经来到了 然后你不去的话 他们就说 我选了你出来 你不是我们的父母 你都不来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剑吐的 是的 这个呢 当然我认为你 身为选出的议员 就尽量参加这些社区活动 接触民众 那我们华裔那方面 也都是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讲面子 那些就是说 我一定要请到议员 有些政界的人物来 才能够令他这个宴会也好 或者他这个活动 是特别出色的 所以这个呢 我想有时就要了解到 他做议员的时候 他根本上是真的很忙的 还有尤其是已经做了 尤其是省级或者联邦级 他已经做了厅长部长级 是的 是真的没有这样的时间 是很难有这样的时间 尤其是你在奥特华的时候 你当然不是说一年三个路上 没有得开会 他有得百多二百日开会 他很多时候就要赶回来 B市场是最惨的了 因为时差是三个小时 飞机五小时 几乎那里是很难做到 所以这个就需要选民的谅解 这样也都是希望 那个议员也都能够 在某一方面表示他的关怀 所以刚才我说CBC的节目 他第一个我刚才说的 就是要代表选区 他另外两个建议 就是你要有很好的staff 在你的选区帮你去 去和社区沟通 和你的constituent 因为有时你不来的事 你不来的事 如果你的staff说他没有空 那就坏了事 如何 所以第二点 他们提到第三点 就是我最后想问一下你的 就是你自己觉得 他提到第三点 就是你在国会那时候 你的党 你做党员的责任 你是要 尤其是反对党 你是一定要反对的了 但是在Committee里面 尤其是联邦政府 很多国会里面 很多委员会 在委员会里面 你一定要以合作的态度 去互相谈 把事情办好 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这个一定是 因为你在传媒方面 看到的 当然是 反对党的语言 以公为主 你是执政党的语言 就要守 因为他攻击你很容易 我们也做过反对党 如果有什么 你就说不 那就几乎 传媒就已经 快乐了 你就说不 不行 但是 做起急政党的时候 你要 考虑到有很多因素 而他攻击你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些 实际的 数字 或者什么来解释 我为什么这样做 这些事情 所以变成了 当然是 比较困难些 你可以看我们这个上议院 社任的总理Harper 被唐文海攻击的时候 你这个是需要 很有耐性 但是又要做准很多功课 才能够做到这些 有时候很希望 就像这样的对话 不是一工一手 而是一起 找个答案 找个答案 一起谈 我们休息一会 我们待会回去 继续和大家谈谈 和周景华一起谈谈 那些事事话题